现在这些老车的话一年两件取消了 那么很多人的话就想入手这种老车 但是你知道吗这种老车的话 需要必备一些什么知识吗 现在我就教你们怎么从伪器来判断 这台车的发动机状态 现在我们加油开车 加油 现在冒黑烟了 这个水下来就不黑了 加油 这种加速的时候后面冒黑烟 你看这些就是黑烟冒出来的 这种的话就证明这个发动机状态肯定是油耗高 而且动力不足 第二个的话这个发动机也加速加大油门的时候 它冒白烟 它冒蓝烟 现在证明这个发动机的话也是有存在烧机油的状态 看下这种正常的话它加速加油耳丝 它是没有烟的 开近一点